大家好,欢迎收看大问题节目 我是主持人,机器人,下轻人一号 本期要探讨的大问题是 在1000元和1000万之间 你选哪个? 哪里听到这个选题会觉得 这算什么大问题啊? 这个问题不就是个弱智问题吗? 只要我的脑筋没有秀多的话 我肯定选1000万啊 但是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哦 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 在哲学家和数学家中激烈争论的一个悖论 叫做纽科姆悖论 New Combs Paradox 它最初由物理学家威廉纽科姆提出 后来由哲学家罗伯特勒吉克 进一步写论文分析 从而成为了一个学界里面的热门议题 顺便说一下 这个纽科姆悖论也是一个人格测试 就像我们今天喜欢测试 你到底是爱人还是艺人啊 你只要看完这期 时长并不长的哲学节目 就能测试出你 究竟是单和人还是双和人 到时候你在评论区里面 和另外一种人对个线 你就会发现 人类的脑筋并不相同 好,我们说回来 这个纽科姆悖论是说什么呢 就是我们设想 由于科学技术的大发展 现在有一台为你量身定制的 超级计算机 这台超级计算机的算力超级大 并且收集了你从一颗受精卵开始 直到现在的所有用户数据 包括你的基因 你的老神经网络 你的性格 你的偏好 你的各种取向和倾向 你喜欢吃甜豆腐脑 还是喜欢吃咸豆腐脑 反正你的各种行为趋势 这台超级计算机 都能非常准确的给出预测 比如说你明天吃不吃早餐 会吃什么早餐 它都能够非常精准的预测出来 当然了 现在由于科技发展还有限 我们离这种超级计算机的问世 还有好多好多年 但是理论上 只要算力足够大 它就是能够精确预测你的行为的 毕竟你在宏观世界 你们的身体大脑 都是由分子和原子构成的 它们的运动都是有规则可循的 对吧 其实现在不是已经有科学家 做实验证实了吗 就是用仪器测量你的老电波 当你在做决策 是否要按按钮之前 仪器已经提前测量出 你要做什么决策了 所以说回来 只要算力无限大 数据足够多 你的行为 就是能够被提前精确预测的 好 现在有了这台超级计算机 让我们说回到选钱的问题上 现在在你面前 有两个装着钱的盒子 一个透明盒子 和一个不透明的黑盒子 里有两个选项 选项一是 只拿走其中的黑盒子 选项二是 把两个盒子都拿走 而这个透明盒子里面 放了多少钱是能看见的 你看到透明盒子里面 放了一千块钱 而另一个不透明的黑盒子 里面放了多少钱 是看不到的 这里面可能放了一千万 也可能一分钱也没放 放或不放一千万 取决于那台超计算机 预测你是单盒人 还是双盒人 单盒人 Oneboxer 就是选择只拿走黑盒子的人 双盒人 Twoboxer 就是选择两个盒子都拿走的人 好 如果超计算机 预测你是单盒人 就是你会选择只拿走黑盒子 那么超计算机呢 就会提前在黑盒子里边 放上一千万 那么将会收获一千万 如果超计算机 预测你是一个双盒人 就是不会把两个盒子都拿走 那么超计算机 就会提前在黑盒子里边 一分钱也不放 那么你只会收获 透明盒子里面的一千块 所以问题就是 你究竟是选择做单盒人 还是选择做双盒人呢 对于这个问题 估计你想都不用想 肯定是只拿黑盒子 做个单盒人啊 因为这样就能收获到一千万了呀 而如果两个盒子都拿的话 由于超计算机 预测到了我会拿两个盒子 那黑盒子里面就不会有钱了 我就只能收获一千块 一千万和一千块 那当然是选择做个单盒人 收获一千万啊 但是如果问题这么简单的话 就不值得我们做一期大问题节目了 有很多人啊 包括很多哲学家和数学家 依然会选择两个盒子都拿 他们给的理由啊 看上去还非常有道理啊 他们为此给出了非常雄变的论证 前提一就是 无论超级计算机 往黑盒子里面放了什么 要么呢 就是黑盒子里面有一千万 要么呢 就是里面有零元 对吧 那么前提二就是 如果黑盒子里面有一千万 那么我只拿黑盒子的话 会收获一千万 我拿两个盒子的话 就会收获一千万零一千 以及前提三呢 如果黑盒子里面有零元呢 那么我只拿黑盒子 会收获零元 我拿两个盒子的话 会收获一千元 那么由此得出推论一 如果黑盒子里面有一千万 我应该拿两个盒子 以及推论二 如果黑盒子里面有零元 我应该拿两个盒子 由此最终得出结论 无论如何 我都应该拿两个盒子 论证完毕 对吧 这个论证还是非常雄变的 其实用人话说啊 我们为什么要做双合人呢 很简单啊 因为单盒少一千块啊 无论如何都少一千块啊 那这透明盒子里面 白送的一千块 为什么不要呢 但是呢 单盒人依然觉得 双合人的选择啊 是不可理喻的 问题在于 那既然超级计算机的 预测能力超级准确 并且已经都把规则告诉你的 就是如果你选择拿双合 那黑盒子里面 就不会有一千万了呀 所以呢 你只要选择做个单盒人 你就能收获一千万啊 你干嘛犯傻 要做个双合人 只赚那一千块呢 其实这一点呢 双合人也承认啊 就是超级计算机的预测 是非常准确的 并不是说双合人 不相信超级计算机 能预测到自己是个双合人啊 但是呢 即便如此 双合人依然会坚持选择双合 为什么呢 原因是双合策略 才是最符合理性的策略啊 也就是刚刚给出的 理性的推理过程嘛 双合人认为啊 只要决策的过程是 理性干净卫生的 无论它实际上 得出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也应当坚定不移的 按照理性的程序来做决定 那些单合人做的决策啊 在双合人看来 虽然可能赢得了更多的钱啊 但确实不够理性的 当然这个单合人就嘲笑双合人 说你们做出了这么理性的决定 那么为什么 你们双合人拿不到那一千万呢 我们这些在你们看来 不够理性的单合人 收获的钱可比你们多多了 那既然你们双合人这么理性 那为什么你们赚到的钱那么少呢 这个论调被称作 Why aren't you rich argument 就是你穷你没理论争 对此呢 双合人是这样来反驳的 就说呢 如果我们认可那台超级计算机 真的超级发达 它对我的行为的预测啊 是非常准确的 那么我为什么选择双合呢 那是因为啊 超级计算机早就预测了 我根本就没有发财的机会 这个黑盒子里面啊 本来就一分钱都没有 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下哦 那台超级计算机的设定啊 它并不是什么玄幻的设定啊 它并不是说 我本来是选择单合的 黑盒子里面放了一千万 然后呢 我一改主意 选择了双合的 然后超级计算机就运用魔法 啪一下很快啊 就让黑盒子里面的钱突然消失了 不是的 这黑盒子里面啊 放没放钱啊 从一开始就已经定下来了 我们可以这么想啊 就是在好多年前 这两个盒子就已经摆在那了 然后超级计算机 根据对你的行为的预测 预测你多年以后 是会选择单合还是双合 决定忘不忘 这个黑盒子里面放钱啊 这里面没有什么魔法的因素 所以我们说回来啊 双合人认为 超级计算机早就预测了 我根本就没有发财的机会 超级计算机早就预测了 我是一个双合人 黑盒子里面没放钱 是已经发生的事实 那么相比于 我选择只拿黑盒拿到零元 那肯定是选择双合 拿到一千块更好啊 其实啊 甭管超级计算机 当年有没有预测 我会不会发财啊 在双合人看来啊 这根本就不是单合人认为的那样 是选择一千万 还是选择一千块的 二选一的问题啊 这并不是说 我们双合人为了 多拉透明盒子里面的一千块啊 而放弃的黑盒子里面 本来可以有的一千万 这并不是因为双合人的选择 而导致了黑盒子里面的钱没了 这两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黑盒子里面有没有一千万啊 在我做选择之前 早就定好了 并不会因为 我选择了两个盒子都拿 原本黑盒子里面的一千万 突然就消失了 所以呢 既然早就定好了 那透明盒子里面的一千块 它就是白送的啊 那我为什么不多拿一千块呢 好 现在纽克姆悖论 这个思想实验的场景交代完了 如果是你的话 你是单合人还是双合人呢 别以为这个问题是个儿戏哦 这在哲学家和数学家里面啊 可是个争论不休的大问题哦 2020年呢 有学者拿这个问题去调研了 一千多名哲学家 数学家和科学家 有31%的受访者 选择了做单合人 有39%的受访者 选择了做双合人 他们各执一词 谁也说服不了谁 为什么这个纽克姆问题 在学者中争论的这么激烈呢 因为这背后啊 牵涉到了两种哲学上和数学上的 决策理论之间的较量 单合人的决策理论是 证据决策理论 evidential decision theory 而双合人的决策理论是 因果决策理论 causal decision theory 这两种决策理论啊 也就是单合人和双合人 这两种不同脑筋的人 在做决策的时候 所采取的不同的理论模型 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一下 这两种决策理论有什么不同 在这里插播一段会议说明啊 咱们这个大问题系列节目啊 典型的形式就是 哲学家开会 一起来探讨和争论一个大问题 所以呢 我们并不仅仅是一个 单向输出的科普或哲普节目啊 我们更想听听 你对于几个大问题的看法 我们邀请你同哲学家们 一起参与到 本期大问题的研讨会之中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大问题Dialectic 发送关键词 纽科姆悖论 你就会收到一个微信群奥维码 对本期议题感兴趣的朋友 会在这个群里面 把本期大问题研讨会 继续开下去 请投出你的一票 并在研讨会中发表你的看法 好 参会双零酒节奏到这儿 我们继续下半场的会议 这个单和人和双和人 为什么会采取不同的决策呢 是因为啊 他们决策的时候啊 采取了不同的决策理论 当然啊 这两种决策理论 要细究起来的话 就很数学化了 我们这里简单用人话说啊 就是双和人的 因果决策理论 就是说呢 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啊 只考虑对实现 我们的预期收益啊 也就是赚更多钱 这个目标 有直接因果关系的变量 其他不具备 因果关系的因素啊 一概忽视 我们的脑子里面啊 不应该想这些无关变量 这些无关变量 都是干扰变量 都是噪音 它对我们的决策 没有影响 就比如说呢 之前也说了 就是虽然双和人也认为 超级计算机 对自己行为的预测啊 是非常准确的 但是他哪怕再准确 他和我此时此地 如何选择赚更多钱啊 不具备因果关系 对吧 因为黑盒子里面 有没有钱 已经是定数了嘛 所以呢 我在此时此地的决策中 就无需考虑 超级计算机 多年前对我的行为的预测 现在对我这个双和人的问题啊 就仅仅剩下 是否要多赚来 投名盒子里面 那1000块钱的问题 而这个单和人的 证据决策理论呢 就考虑的和这个双和人不同啊 单和人不仅仅要考虑 对实现我们的目标 有直接因果关系的因素啊 还要考虑一些 虽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但能够提供一些 实现我们的目标的 证据性因素 那我们就要考虑在 既有证据的条件下 我们再执行某些选择 会提升赚更多钱 这个预期目标的概率 大家如果学过 概率统计学里面的 条件概率的话 就会明白这个意思啊 就是所谓考虑既有证据的 就是超级计算机 对我们的行为的预测 超级准确 那我们既然认这个 我们就要把它当成个证据 当成一个evidence 当成一个条件 我们就要把这台超级计算机 对我的行为的预测 纳入我的决策考量之中啊 而这并不是说 单和人比双和人 更迷信超级计算机 有超能力啊 这个单和人也知道啊 他的选择并不会导致 黑盒子里面的钱 突然出现 或者突然消失了 对吧 这个黑盒子里面有没有钱 是多年前已经确定的 但单和人认为 依然应当只拿黑盒子 为什么呢 由于我们认可 超级计算机的预测能力呢 所以呢 单和人只拿黑盒子 这一选择呢 就给出了强有力的证据 他印证了超级计算机的 超强预测能力 因而极大提升了 黑盒子里面 有1000万的概率 在单和人的证据决策理论看来呢 只拿黑盒子 虽然不是导致了 黑盒子里面有了1000万 也就是cost的黑盒子里面有1000万 但是却意味着黑盒子里面会有1000万 也就是imply黑盒子里面会有1000万 这就像什么呢 就像天气预报员预报说 明天会下雨 这就意味着明天真的会下雨 虽然呢 这其中没有因果关系 并不是天气预报员的预报 导致了明天下雨了 但是天气预报员的预报呢 给了你强有力的证据 让你相信明天真的会下雨 所以你明天出门真的应当带伞 所以我们说到最后呢 单和人和双和人的最终区别 用最简单的话概括说 就是你在选择单和和双和的决策中 要不要把那台超级计算机 对你的行动的预测给考量进来 单和人认为当然需要考量 而双和人则认为无需考量 用一句虽然不准确 但大概有点意思的话说就是 到底是事实影响了你的决策 还是你的决策印证了事实 所以面对纽科姆问题的场景 你是单和人还是双和人呢 请在视频下方评论区 投出你的一票 并发表你的看法 也欢迎你把这期节目 转发给你的朋友 也测一测 他们是单和人还是双和人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